枪枪三原形 王安逸老师 正碰上您是在香港讲学 咱们才有机会请他上这个枪枪来聊一聊 这个昨天咱们谈到一个话题 就是本来我就本来就说他老不谈 他对这个80后90后作家的看法 但是我在采访里看到 你有一个说法 就是经常这些作家年轻作家写的这种生活呀 所谓时髦生活时尚生活 但是缺乏一个就对你的钱哪来的 缺乏一个清楚的交代或者合理的解释 感觉就是你讲的就是空中楼阁 是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个钱从哪里来听起来 是一个似乎是很琐碎的一个问题 但是它其实意味着你的出身 因为你的钱若是自己挣来的 和爸爸妈妈给你的 肯定是你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你生活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将来你的命运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小时候要做的故事嘛 那就是故事嘛 如果我们大家都是孤立的状态里边 都是钱说来就来的 根本不用交代的 我们都是这么一种生活的话 没有差异 我们哪来故事呢 钱哪里来不知道 钱哪里去我都知道了 我最近到时候看了 郭静明的钱是哪里来的 我们知道 但是他小说里的人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不太清楚 我跟你开玩笑 先生上来去看一个楼盘 很时髦的一个楼盘 然后他们就给我做广告 下面那个小楼 郭静明买了 钱哪里去 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但是这个很精彩的 就是说里边的人物这么炫 但是他们是怎么生活 他们是怎么样的不交代 这正是电影院进去的人的 国情的反应啊 现在在中国进去的人呢 都是不想好好挣钱的 但是是想钱的 我最近看了一个华丽上班族啊 华丽上班族 那个张爱佳写的 那办公室政治嘛 我一看的时候 我就老在想Madman 就广告狂人 为什么这个Madman 这么具体 这么真实 每个人在办公室里 痛到的事情 在他电视剧里都能产现 可是你看张爱佳 那个里边非常漂亮 可是你觉得投入不了 然后后来我才醒悟到一条 你仔细看那个电影 所有的人在戏里边 所挣扎 所希望的东西 都不是上班能得到的东西 你知道吧 就所有的人 情夫啊 性关系啊 炒后门 炒股票啊 各种各样 其实那个广告狂人 美国的那个戏 能够拍7G啊 他所有的争斗 都是根据他每天 在办公室做的事情 发生的争斗 这个就是解释到 刚才那些 现在的虚幻 现在那个作品啊 你不要怪作品 他其实就是 现在人心的一个写照 现在很多人在工作 他想的 以及他的前途 以及他真正用来 买房子的钱 不是他工作来的钱 不是他工作来的钱 但是你就是说上次我就是讲的这个王萌老师 他也看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类似 他也是讲呢 他说这个80后90后的这个小说啊 当然他就说鼓励为主 但是他说我有时候也有一个困惑 就是呢 好像这些他写的这个人物生活在什么地方啊 他说我会觉得生活在维也纳也可以 生活在上海也可以 什么生活在纽约或者什么一个地方 他说你弄不清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 就所谓没有根嘛 哎 可是我沿着他说这个再想一步啊 你比如我现在见到的有的这个富二代啊 我觉得他是不是确实就没有这种根 你比如他的家可能在新西兰 他在伦敦上学 他在纽约上班 然后他开着意大利的跑车 穿着法国的衣服 读着英文的报刊 听着可能是西方的摇滚乐 你说他有这么一个基础吗 可是他总是有爸爸妈妈吧 他不会这样来的 他还有爸爸妈妈 他的钱还是从天津港的某个仓库来的 你如果他有爸爸妈妈 你就会问他爸妈是干什么的 他爷爷奶奶是做什么的 然后你才突然明白了 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根 他怎么人怎么会没有根的 人一定是是会有根的 并且我觉得你刚才描绘的那些华力生活 就特别是我想到一个鲁迅的小说 就幸福的家庭 就是一个苦得不得了的一个 很穷很潦倒的年轻作家 他就想写一篇文章 写个什么呢 写个幸福的生活 幸福的家庭 我忘了这名字 然后他就开始想象他的幸福生活 他幸福生活想象其实很奇怪的 他和他的太太面对面坐着 互相微笑着 非常温情的 然后就吃饭 吃什么呢 他就在拼命想象一个高贵的菜 昂贵的龙虎豆 吃个龙虎豆 就是他想象出来幸福生活 你刚才说的那个描绘情景 就是我们所想象的生活 幸福生活 而这个想象的生活 幸福生活 就是被我们的那种消费的需要暗示的 这个王老师 后来这个长恒歌之后的一个大作是天香 是吧 这个我就注意到你写这个天香的一个写作动机 就是说 一户人家有这个刺绣的这个手艺 就所谓固绣 其实是固绣的素材 固绣的素材 素材是固绣的 但是我觉得你关键 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户人家后来败落了呀 这家的女人就靠着这个手艺 来维持这个家庭的生存 好像你对这个 这个靠着手艺 自食其力 维持生计 这个东西是你的触发点 我的触发点其实是很简单的 可能我觉得在那个时代 在这么一个遥远的时代 其实女性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 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里边 没有自主权的 没有能力的 依靠男人生活的 因为这个是不是一个掌顾吗 怎么讲 一个风物 这故事是风物 然后随着风物它有一个解释 当时我就几行文字 它吸引我的是说 原来在那么久的时候 那么远的时候 我们的女性也是有机会 事实上已经适时了 就是说也是有机会来自立的 并且还要养活男人 但是你知道 些小时候不靠这么一句话 是不行的 你还要 你还要进行 非常 非常大规模的想象 然后你要为他设计一个生活 设计一个背景 设计他的男人 他男人怎么把钱败掉的 然后 在这个种种的设计里边 在推理中间 你会出现很多机会去 去描写 就扩大你的那个欲望 会把你欲望 扩得很大 但是你想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 好像是这个妇女更大的解放和自由了 但是呢 反倒我们看到很多女孩子 也不能说很多了 她不劳而获呀 就像你说的 她不关心钱哪来的 但是她要得到这个生活 这个挪拉 挪拉不肯出走了 现在的挪拉都不走了 你不能说她不劳而获 她也是有劳动的嘛 我这说她付出的代价 可能是 身体 也不能说身体 就是说是另外一种代价 比如说你 你也付出道德的代价 或者说是伦理的代价 这还是有劳动的成分在里面的 你对他们不歧视 用歧视这个姿势不妥当的 用歧视的姿势不妥当的 我在想 个人有个人的追求 尤其在今天这么一个环境里面 我觉得今天 今天真的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非常单一的 虽然我们是从那个 那个时代过来人 我依然是觉得 今天的意识形态是非常单一 为什么 就是要成功 成功的力量 是这么如此之强大 就如此有说服力 你每个人都要服从他 你说的太好了 就人生的目的变得那么的扁平 扁平很单一的 你说的太好了 因为这正是我 昨天还琢磨这个事 我觉得就是 就现在 我就希望 我在我十年以前 我所这个就是跟人家讨论的 表扬的和我的喜好 是统一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 我现在 比如说像我们是做电视节目的 我整天跟别人讲 我说你看 这个中国好声音 好难 还有这个 包括奇葩说 我说这都是成功的节目 我怎么样的 就是表扬这个成功的节目 可是后来我回家一想 我从来不会看这些节目 就是我个人 完全不喜欢看 但是 为什么我 你看这是说 我自己真正喜欢的 和我认为成功的 去大家包养的 在我这已经成了分裂的了 这个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因为我们有一个革命的惯性 革命的惯性没有停 但是过去革命前面 是一面旗帜 是一个偶像 现在前面变成了这个人民币 变成了钱了 那个方向换了 但是步伐没有换 节奏没有换 这个就是 同样也追求钱 追求钱这套东西 从美国来 从欧洲来 但是你不会看到 所有的青年人 这么整齐步伐的单一目标 而我们有这样的单一目标 那你怪到以前的革命吧 革命没叫你们追求钱 没叫你们追求这个成功了 所以这是两个东西的混合 而且现在你看这个电影界也好 我不知道文学界什么呀 电影界就是票房没商量啊 那当然 说什么都没得说 我有票房 我赚钱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 其实市场是个好东西 我话又说回来 其实我觉得本来 本来市场是一个好东西 它可以非常及时和灵活的反应需求 但问题说 我觉得我们的市场不大正常 对 我觉得我们 不完全是市场 如果 这就是比较复杂了 其实我觉得市场的反应 还是应该 应该是 应该是 我觉得至少比那个时代的 以我们宣传的 指令性的 那个要科学一点吧 你比如说一个电影 电影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美国大片 它占领了全部的荧幕 这背后是有道理的 我们参加WTO的时候 我们是讨论大片进来的份额的 我们一定要进来份额的 一定要 他一定要给他份额 然后还有一些 我也不说明 就有一些 一些小 就是现在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 那个人的 这些电影 就是上座率很高很高的 你知道他都是把 荧幕买下来的 就是说他把上 所有的影厅 我们家就住在影城的后面 我就知道在这一个时刻 所有的影厅 我们九个影厅 全部都是放这个电影 而像最近 你看王小赛有一个很好电影 很好电影 叫床入子 其实我觉得电影 它是类型片 可是它的类型片里面 它有严肃的思想 就是 这一个电影 你知道吗 我当时要看它找不到 没地方放 就完全没有地方放 然后我就是在网上搜索 最后在一个电影 就是恒山 新恒山 它那边有一个文艺片的场子 这场子很小 旧的电影院 就老式的电影院 他回来海海尔森星的了 然后我跑的 然后我立刻就往上去查 去订票 票已经订满的差不多了 只剩下几张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去找我的朋友 去要了两张票下来 等我去看的时候 已经坐满了 他只给他拍片 拍成这样 而且时间都很 都很 都很 很要命的 时间都是午夜 或者是正好吃晚饭的时候 可是他 他满坐了 但是事实上 他只给他这么一点 份额 很诡异 对 你说政府是不是不作为呢 他也不是不作为 我最近去文化部 他们的一个设想 他的设想是很好的 他说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就负责底层 叫老弱 呃呃呃呃 老弱边穷 嗯 老区 弱势群体 边疆地区 跟穷人 这些东西 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 这些东西免费做 就是简单的说吧 让大家最穷的人 有文化的饭吃 文化也当做一个饭 但是多样化的发展 我们就交给市场 他是这样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这样一来啊 多样化的是交给市场 市场不会调节的 就像刚才 艺术影院就被消灭了 聂颖娘就看不到了 闯入者就看不到了 你明白 而且这个市场是被操控的 对 被资本操控的 每每某一个大片的票房 多少多少亿 他可以人为的一个月 不让外国片进来 他说保护国产片 这个月 这个片就特别高 所以所以你说政府说 我保证底层 上面的东西 由市场来决定 其实是不够 你像我昨天看见一个新闻 就说这个什么捉妖记啊 说什么破了中国票房 200多项 什么记录啊 据说里边是素质不准确的是吧 对 里边也有说投票房的这种嫌疑 然后我就玩 看现在这个跟帖 有些挺好玩 下边有条跟帖说 你在连续放映两年 顺带把世界记录也破了吧 咱们这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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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说到底不是市场不好 是还没有真正的市场 没有见市场不健全 对比方说艺术影院吧 你还是有一个外国片进口的审查的问题等等 所以这里边还是有很多 不过还是讲回文学吧 就王安逸是作家难得来 所以我最近做一个考试委员啊 港大有一个博士生啊 他也去过英国会 他在北大出生的 写一篇论文谈你的 非常好 他仔细的分析王安逸 早期的小说 很多人不大注意的小说 他的一个结论 这个人本身是有点稍稍偏左的观点 是贺贵梅的研究生 他那个研究结论是什么呢 他说现在很多作家 对于文革跟文革前的中国社会 基本上持批判态度 对于后面的这个比较 他王安逸是极少有的作家 非常认真的写五六十年代 而他写出来的六十年代 不是漆黑一片 甚至文革 他也有一些 因为因为我们也看到 有些人有政治的言论呢 最近有的人说 前后三十年不否定啊 他说这些作家 没有人好好歌颂前三十年的 上次你不是爱说吗 那文革有什么好歌颂呢 对不对 但是至少前面十七年啊 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样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争论的 王安逸是无心写历史的 他基本上是我们刚才讲 关心市民生活的 但是中国的读者是喜欢读历史的 喜欢在市场生活当中读出历史的 所以如果要把王安逸的小说 跟活着 跟生死疲劳 跟古炉 跟古传 跟这些作品相比的话 他相对来说 不那么批判 就是文革前的 五六十年代的这个中国社会 当然他也不是歌颂 他写的比较复杂 我还记得长恒歌里那个细节 那个王岐尧的那个朋友 看一个字幕生活 我觉得他那些细节 他的因为虽然 他也是像张安逸 要关心日常生活 但是我们知道 五六十年代的日常生活 是浸透了政治的日常生活 所以你只要写日常生活 后面都有政治 我不知道他 你主观上有没有这类的想法 就是说对于那个阶段 包括对于文革 是不是也有其中值得写的地方 或者诸如此类 我觉得其实人都是在局部生活的 人都是非常非常具体 生活是很具体很具体的 我觉得小说就是写这个具体的东西的 这些具体的东西 如果你在这么具体的东西 你要是放弃 然后去关照一个大时代 尤其是当这个历史 我们去对他的评判 还没形成 其实你说我们怎么来评判 这个历史 当然我绝对不是觉得 哇大革命是有什么好的 但是你知道你一个人在里边生活 他也是在爱吧 他也是在组成家庭 他也是或者是受到一些 一些很不顺利的经历 然后他也会有些快乐的时光 其实人生 你把你把一个人的人生 放在哪一个历史阶段 他只要没有碰到一个极大的挫折的话 他还是这么 这么样子在 在在度过的 也因此我们人到现在还在嘛 经过这么大多灾 我们人还在嘛 就靠是靠靠的就是这种 特别细水长流的 但是直接感受我们人人都有 但你得佩服王安逸 他总是跟人家一点不一样 我以前刚写小说 跟他一起在做写小说组 那时候他早期的一些小说 比方说很多人都嘲笑 上海的那些女孩子 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结婚那天 要坐轿车什么什么 一般那个社会都很看不起 王安逸就写个小说 就觉得这个女的结婚这一天 值得 他值得 他在盼望的就是这一天了 那时候的小说都描写一些贪官 到今天大家批判贪官 他写个文工团的团长 那个团长走关系 贪污 就是搞各种 药门邪道 我记得他写个小说 这个鬼团 写那个团长 说大家说他不好 他不干了 他一不干 那个团就维持不下去了 他就是写这种 就是跟人家总会有点不一样 因为这就是具体的生活 具体的生活是有差异的 我们现在 你把那个贪官整掉 这个团做不下去了 因为你现在把具体生活 把它一致化 我觉得就是没有小说的工作了 小说其实就是做那些 最对细微的差异的 就在我们写评论的人看来 就觉得 他总是有点 他的流逝 他一个写一个资本家的女儿 在文革当中 那时候很多苦吧 媳妇 媳妇 是很多苦吧 可他写他这个人呢 在那段时间 学会了自力更生 学会了自己生活 过得蛮线的 等到文革以后平反了 他又不知所措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吧 所以他的角度 一直跟人家有点不一样 小说其实本来就应该这样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 为什么觉得 这是好像很不一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 朱天心讲的一个 三国的野心吧 就是要把历史 套具体的东西 什么叫三国的野心 就是说 朱天心的理论很有 他说小说家分两个 一个是三国派 一个是红楼派 三国派就是 我们现在就喜欢说史诗嘛 我们说历史 对 历史潮流 任何的一件事情 我们都要从他身上 辐射出历史的意义 你老是用一个大的历史 去套的话呢 你生活就 你没有差异的就变得 你差异就会被你忽略 很多差异呢 最后都能够用来 说明这个历史的变迁 当然说明的好 我们就很喜欢看了 对不对 但是不过 其实 那个说法是简单化了一点 那个 我们一般的说法 是四个流派 就是小说 传统是四个 其实以四大名著来讲 是最简单的了 我们的神魔派呢 没有传人 西游记 就变成了盗墓小说了 现在就全靠刘志欣 这一路来发挥了 我们的那个 那个侠客派 就英雄侠义派 水虎派的 水虎派呢 分成两支 到了香港呢 就变成武侠小说派 在大陆就变成抗日神剧派 抗日神剧派 这武侠派呢 他重视的不是对错 他就是细节 怎么玩 烈火金刚啦 敌后武功队啦 铁道游戏队 所以那两派一淡下去 一通俗化以后 就留下红柔派跟三国派 而三国派的确是主流 最近的成功的例子 叫北平无战史 这就是三国派 典型的 文学批评家 在评论一个长篇小说 或者什么 他最好的 最好的保奖的话 就是说史诗型的 永远是史诗型 白鹿远 原来都是三国的 那枪枪三人型广告 之后见 不过您这个 一直坚持文学创作的 这个我现在也有一个感觉 就跟咱们刚才讲的 这个所谓这个新时代有关系 我觉得你看 我的很多朋友 都是大概比我大 五到十岁的老师 我现在觉得我的同龄人 和比我大的最后圈子里的人 在各个朋友圈里 都有一种情绪 就是在你知道吗 就是关于过时 关于老了 关于跟不上今天的时代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 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假如以成功为标的的话 那么好像很容易出现一种 就是你看包括我们电视圈 你说这现在都得是90后的团队 我们这帮人 谁还要听你说话 什么霍卫 或者你这个什么写小说搞文学的 您还三国派 还红楼派 您谁理你们呢 你们聊什么呢 我就觉得现在盗墓派 对在我的同龄人当中 就包括比我大的这个岁数人当中 弥漫着这样的一种情绪 就觉得 真像毛主席说的一样 世界是年轻人的了 跟我们靠边站了 而且就觉得 这个时代发展太快了 现在都流行什么 包括这个老导演 就说你还拍这个片子 拍那个片子 现在大家爱看的是 比如说 对于王宝强 或者说 对于什么郭敬明 你没这个 你拍什么 我就觉得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夕阳感 我就是觉得 今天的时代特别强调 年龄和代 似乎我们每个人都特别恐惧 恐惧好像被时代抛弃 可能是因为时代走得太快 然后每个时代的标志性 特别强 你一旦不能接受这个标志 你立刻是有种落伍的感觉 马上就被出局了 但事实上 事实上有那么紧张 我个人不觉得有那么紧张 这不还有王主席吗 我很快就可能就不会 因为已经马上就要换界了 这倒是无所谓 但是问题 问题就在于 我觉得有点人为的造成 有点人为的 你觉得是人为造成 我觉得是人为的造成 但是它对某一些 很多人是有影响的 马上就会觉得 自己没有自信 等等的 但是我们就像这个事情 我真的是不好说 因为年轻人也很不容易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 你像干我们这行的 他就会说 现在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 这都西洋工业了 或者说你写小说 未尝也是这样 就是说 小说的读者 现在还有人能看长篇小说吗 等等 你不担心这个 变化是很快 然后是很剧烈 可是对我们写小说的人来讲 对于我来讲 我关心的好像不是变化 我是关心变化里面不变的东西 对 这才是 所以我确实没有去 去太在意那些变化 在意不在意 就是新的一代 根本不看长篇小说了 不对纯文学感兴趣了 那么就不看吧 我相信每件事情都有周期的 最早时候我们电影还是默片的 他也结束 其实结束默片也很可惜的 因为他默片等于是 有一批雅剧演员都没有了 你不说别的 陈南青我们都有这个看法 我今天有一回 陈南青就说 现在哪还有什么长篇小说 今天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 就是电视连续剧 他都不能这么说 因为你说年轻人不看长篇小说 他们在网上看的小说更长 是 长得很 他们都是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因为网上写的 他必须 你每天都要必须写 中国的作家还是幸福的 像到他们这一批 这么出名的作家 他们都有一批固定的读者 那个贾平蛙的小说 这么难读 他的粉丝是不得了 二十多万 固定的二十多万 他古炉 人家都读都不明白 照样二十多万 中国已经很好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很轰轰 但是这种变化 我觉得是在亚洲特别强烈的 如果到欧洲 美国 我觉得还是很正常的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这可能是后发展的关系吧 就特别怕落后 是 然后特别喜欢 吸收新的东西